然後他才跟我講說 沒有 我今天 其實我工作遇到了一個狀況 我說遇到什麼狀況 你就講啊 你幹嘛什麼保重 保什麼東西啊 是不是 然後他就說沒有 因為我今天遇到了一個狀況是 他在我要去教會之前 他滿心期望的一個工作的機會 突然被打槍了 然後打槍完之後呢 他最討厭的人 突然出現在他面前 跟他講了一句 去諷刺他的話 我先生就爆炸了 然後他就覺得 他所有世界就變成黑暗的 所以他打電話給我 跟我抱怨這件事情 可是我沒有接電話 你只要告訴我說 因為我不在你身邊 所以你生氣 我還反而會覺得 我立馬衝回家 可是你就弄了一大堆 你什麼都不講 然後我問你 然後你只給我保重兩個字 我們問一下八位行男們 如果你自己碰到這樣的狀況 你想要請訴的時候 你的另外一半不在你身邊 你的做法會跟小柔老公 一樣的請舉圈 不會的請舉X 你有點主見好不好 你在看什麼啊 你看人家幹嘛 就你們兩個舉圈耶 是啊 因為我們是明初的啦 我們明初的大家都比較了解 所以說這個棚 誰跟你明初的 誰跟你明初的 就這個攝影棚裡面 只有你們兩個看過講公本的 對 但是我相信潘老師的意見 可能會跟王睿的處理 也是會比較像 因為我先生跟潘老師是同年 對 我們同年紀 所以我們很了解 其實我們是這樣 我們是 當初我們受的那個教育跟環境裡面 就像是我老爸常常講的 男兒當自強 所有的事情你都要自己扛 你只自己受再大的委屈 你不會講 但是唯一會訴說的那個人 就是你身邊最親的這個人 可能就是我的太太 或是我的女朋友 或那一隻老狗 對 你要想盡一方法就是 我已經受盡了委屈 我想在那個時間點告訴你 讓你知道 那是因為 你是我唯一能夠寄託的那個人 能夠依靠的 能夠依靠 對 可是我 你知道 我不是說今天我願意打擾你 去做禮拜的時間 我只是告訴你 我在那個點 也許你可能給我一句話 甚至你跟我說 好 老公你不要急 我等一下就馬上幫你處理 可能在我這一頭 就不會有那麼多事情發生了 你已經錯過那個時間就錯過了 不要把事情弄得更僵嘛 你們這樣的處理方式 只會讓兩個人更僵 你一件事情本來是 下午就可以處理好 你非得偷到睡覺之前再來處理 經過這八個小時 你不知道會發生多少不一樣的事情 萬一這個時候 那媽媽產後憂鬱症發生了怎麼辦呢 那個心情不一樣 那個就是說 因為最需要他的時候 他不在旁邊嘛 然後那個時候 他其實可能是世界已經是破碎了 他想要找到一個 一個能夠把他從碎片裡面拼起來的那一個人 會很注意他其實在塞性的 我老公最常悶過半個月 你那才一天 半個月 半個月 半個月我整個都 那你怎麼辦啊 半個月 我前一天 兩天 三天 四天的時候 我會一直氣 我會覺得說你到底是怎麼 我是哪邊坐得讓你不爽嗎 所謂的悶半個月是這半個月視你為無形嗎 半個月都不講話 然後還睡在同一張床上喔 然後我前面一個禮拜我就過得很痛苦 因為我覺得說這個家的氣氛到底是怎麼 氛圍不對啦 對 然後我就會一直要問他 可是他就覺得說我越要問他他就越不爽 對 為什麼 然後不爽到後面一個禮拜變得說我也不爽了 那就不要講了 然後十五天一個半個月之後 他突然想通了 他來跟我講話了 那我就覺得說我已經承受了半個月這樣一個人 那我為什麼這時候你來跟我講話就要理你 夢多 你很快的話你怎麼處理 我連抱怨都不會抱怨 真的 音樂就是 但是你會怎麼做來這裡聊聊看好了 我看看的情況有沒有 因為 對 還沒這樣 還沒這樣話 可以幹得好 來 如果 我譬如說挑戰一個很大的工作 然後是心裡很悶 我會跟你商量 然後就是如果不接電話 我會跟他們兩個一樣 就是我就是生氣跟你的老公也對 但是 在你的老公的情況下 我連問都不會問 因為 這個工作沒有成功的原因就是 有可能是他自己 所以我不會連 就是發脾氣都不會發脾氣 對 如果今天反過來 你碰到你的女朋友擺臭臉 那你會怎麼樣去解決 我跟妳講喔 妳們女人真的很無理 我會講 我會講 真的啦 欸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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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好講 OK 你想一下喔 有一次喔 不是有一次 有100次了 因為 比如說 好 我就是 剛下班 他一直就臭臉給我看 為什麼 對啊 你做錯了什麼事 沒有沒有 我就是 剛好在外面就是跟工作有關係的電話回來 然後就是他跟我說 欸 寶貝回來 我說 等一下 這樣欸 喔 這樣電話而已喔 然後就開始抽臉 然後問他說 因為就是 我比較 我就是 對女朋友其實蠻貼心的 欸 寶貝怎麼了 欸 你 欸 那個我想喝啤酒 那你沒有手 你自己沒有腳嗎 就自己默默的拿啤酒 然後喝喝喝喝 然後 欸 你 欸 你看這個節目很好笑 哪有好笑 你的臉猜好笑欸 喂 欸 我們是團隊 團隊 團隊 然後呢 就一直摸米其妙的發脾氣 後來呢 然後後來說 欸 為什麼 為什麼 然後 欸 怎麼了 怎麼了 他跟我講說 你剛剛在外面 是不是跟女人講電話 What 他不開心了兩個小時 而且我講電話跟我的親戚人 你經紀人是女的嗎 西瓜 不是 欸 工作欸 有 有 他們會Super西瓜的照片 而且是西瓜欸 我知道 欸 有什麼好吵的 但是是女的啊 是女生啊 你已經工作這麼忙 回家你寧可先跟西瓜講電話 也不先正眼看看我 真的 不是 是通告 因為工作很重要 明天做什麼事 明天穿什麼衣服 而且 欸 她也知道我的工作 她也認識西瓜 有什麼好講的啊 對啊 那覺得說你為什麼可以 跟西瓜聊這麼久 也不跟她聊 對啊 你有跟西瓜差不多 就是朋友 你就是朋友才生氣 是不是 我要回去 來 賈斯汀 我想要知道你如果碰到女生 擺臭臉的話 你會怎麼樣 我現在才24歲 好年輕啊 我已經懂啊 女人是一個無法理解的動物 對 欸 欸 是啦 24歲 的確是啊 你去東區看一下 24歲穿這樣的不多喔 好 我跟你講 可以把神奇寶貝穿在身上 真的不多 我之前找到一個女朋友 白偷臉 我想說 欸 貝貝你怎麼了 你怎麼了 一直問她怎麼了 她覺得我很煩 她說你想太多 你不要一直問我這個東西 說好 反正我們沒有繼續下去 我們就分手了 後來我有一個女朋友 我想說 那如果她出什麼事情 如果她不跟我講 我就不問她 然後因為我不問她 後來就說 你為什麼不問我 你不關心我 你不愛我 什麼的 反正我們也分手了 重點就是 你跟每一任女朋友都分手 對 後來 後來 沒有後來就是 再跟你一個在一起 對 她一樣把那個臭臉啊 臭臉也很臭 對 然後她 我一開始不想問她 然後她就 就不會看我 問講話的時候 就會這樣 一直抵頭 不講話 就很難過 然後我到底說 我不知道 Baby到底怎麼了 然後她說 沒事 沒事 我說你確定沒事嗎 沒事 然後她就問她 再過了幾天 還是一樣的狀況 還不跟我講 還一直抵頭 我說 欸你跟我講一下嘛 你這樣很無聊 你不覺得嗎 你講了這麼長 就是你叫女朋友 都給你臭臉 然後你都不想問 然後所有都分手 然後我就說 你跟我講嘛 你就跟我講 你一直這樣 扮你的臭臉 她就說 欸你不懂我耶 我們當然不懂啊 對啊 我看到你穿這樣 我想到 我覺得男生更容易擺臭臉的 有時候會在女生的打扮 他們不喜歡上面 我有一個男朋友就是 我跟他出去都會很給面子的 就是會 稍微露個腿啊 或者是稍微就是 有一點洋裝式的 然後男生就會一直擺臭臉 然後我就 一直問我男朋友說 欸你今天不開心嗎 然後他也不想你一直問 就像你剛剛講的一樣 他就會不想你問 可是你到 到後來你一直不知道說 原因是什麼 結果後來 原來他就是不喜歡我打扮的 就是讓別的男生會看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 那你可以講啊 那你也不講 然後出去的時候 也很不給面子 就一直擺臭臉 所以我覺得男生才是有話不會講 然後就會擺臭臉 讓女生沒面子的人 你錯 你的錯 哇塞好MAN喔 你明明就會愛看 你是好MAN喔 你想講什麼 應該你要了解 我們喜歡你裝承 你的另外一半 穿的服裝不得你意 你就會擺臭臉 你都不講清楚了 請舉圈 請舉圈